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讲的 前面五十三以上的引导本已经讲了 然后五十四个引导讲 修四种事业的姿体 依靠上师的瑜伽来修行 前行是皈依和法行 真心依靠上师的观想 修习真怀足 四个事业 首先修习业的时候 观想这个世界 整个寂静世界 全部都是摆成白色 放肆白光 依靠这样的白光 熄灭一切病魔 罪障 自己所有不愉快的东西 全部熄灭 念诵的时候 前面念上师行咒 然后后面 比如说自己病痛 或者一些鬼神 这些病魔相当隔日业俗化 鬼神相当隔日业俗化 就这样就熄掉 这样的一种修法 这是熄业 然后正业 观想一切都变成黄色 放出黄色的光 依靠这样的修法 延练异俗 增上佛虏 然后念诵的时候 也是比如说财富 笔藏隔日业俗 宿命笔藏隔日业俗 自己心里面观想别人和自己的宿命 财富 以及其他的所缘对境 第三个是怀疑 怀疑观想的时候 一切都变成红色 发出红色的光芒 以此所作自如 也就是说 比如说自己观想某某施主 某某人 你要得到自在的话 或者让他属于自己的话 就念诵某某人柱外向各人一书 或者鬼神外向各人一书 就这样念诵 诸业 降伏业 观想一切都是黑色 或者青色 然后发出火光 念诵的时候 鬼神马拉雅帕 或者病魔马拉雅帕 以此消灭一切魔障 这是在四种事业 分别修的时候 你根据哪一种事业修 最后回向三根 这是一种修法 念语 其中文字都说 它是真正烦的 念语 鎈画的隐旧 不知道 以无论灭と有水冷靜 以 iste 识经 起见识 因诺谑 自转形 作词 使尺 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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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呛风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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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